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个行动是由今早6点开始 我们连同刑事部和机动部队 大约有500多人的时候 就采取一个多区的行动 其实是针对在《苹果日报》 早前串谋其他人 要求外国的一些机构、机关、个别人 对这个特区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制裁等的行动 因为这个情况 我们也拘捕了四男一女 年龄是介乎47至63岁 罪名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是在《29条国家安全法》 这几位的人士 全部都是一个和《苹果》有关系的实体 或者是网上业务里面的董事的角色 好有什么? 好有什么呀 好有什么不想让我看看 来吧 好有点不想让你去转换 好有点不想去测试 转换 好有点不想让我来